韓信男子後面跟著幾名小弟進到網咖 看到一名戴著口罩的男子 二話不說就是拿棍棒朝他一陣猛K 林信男子想要脫逃 結果更慘 被人所猴壓制一陣毒打伺候 他趁亂跑進網咖的工作室 反鎖報警求助 警方監獄通報破門而入 幾名打人的男子措手不及 只能器械投降 其中赤裸上半身的是韓信嫌犯 他就是報案的林信男子的大哥 也是南部馬三殺手集團的再逃共犯 林信男子試圖脫離幫派組織 沒有想到卻遭到大哥協同小弟 石棍棒毆打 多虧林信小弟韓信男子 這回才栽在警方手上 而根據了解 韓信男子早在上個月 因為三萬元的債務糾紛 設局綁架被害人 他負責掘人 甚至將人載到汽車旅館虐打 之後再由其他人 再往屏東行刑 所幸被害人命大 撐過十七個小時逃出活命 而這回小弟有意脫離 組織挨了一頓毒打 清安投迷得以保身 也讓警方成功瓦解這個暴力集團 記者吳國珍 潘穎文 高雄報導